在乙型肝炎的诊断中间,有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的一个定量检查。 这是肝炎病毒的一个包膜上的一个东西,它就会释放到血液里面, 然后现在用定量的办法可以来检测它的量的高低。 这个量的高低是和这个病毒在人体里面的繁殖的快慢有关系, 也和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的大小有关系。 有时候和活动期的疾病的愈后,尤其是和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呢,也有一定的关系。 表面抗原这个定量呢,只能是在有这种设备的大型的医院里面可以做。 它是我们观测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项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